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 INSIDE 游戏,我是姜云 嗨,我是姜云 INSIDE 游戏这里有更多的好片要介绍给你 今天我们选择的这部电影呢 算是近期在电影院其中一部大片了 GOZILA VS COMPAN 基本上都是 对,很多这种声音都会在这部电影当中出现 到底好不好看呢?一起来关心一下 如果你真的只是单纯想要看怪兽打斗的场面的话呢 我觉得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因为里头不管是这两大怪兽他们肉搏啊 他们打斗的那个速度空间感 基本上我可以用三高来形容 就是高素质、高张力、高速度 基本上都满足了所有爽片应该有的要求 其实Christopher Nolan之前一直讲 他的Tenon是旧电影制作 但我觉得其实这部GOZILA VS COMP 才是真正意义上旧电影的作品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其实用三个字去形容他吧 就是简单、粗暴、直接 他就是给你爽到底 所以我觉得这个爽度爽感呢 其实是现在电影院的观众需要的一个东西 对,特别是可能他们的怒哄声啊 或者是说那个大楼倒塌的那些声音 其实真的只有电影院可以带来这个震撼的效果的 再加上我发现导演其实很用心的去拍一些怪兽的镜景 那在这个运镜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他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 去带出两大怪兽 他们就是等待多年之后对决的那个场面 其实真的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些画面去带那个效果出来 其实你可以看到导演在节奏上的把控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而且他整个场面调动 你可以看到其实是很成熟的一个所谓商业的作品 就是你要看到这种东西 整个节奏很顺上它才适合在电影院观看 打动场面爽是爽啦 但是你看完之后 我觉得也没有太多的记忆点了 因为它没有文系上的辅助 所以其实在观看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感觉剧情真的是欠缺了很多 我自己说一下 其实如果你观察比如说之前的前作 像这个Kong Skull Island 或者是说Godzilla King of the Monster 其实它埋下很多伏笔 包括有谈到那个空心地球的世界景观 我很期待他这一次在Godzilla vs Home里头 当天空进去的那个空心的时候 他会不会解释一下里头会有什么 或者是他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完全没有 结果什么都没有 他就是一个进去的动作 他的剧情就像他的空心一样空空 对 我必须要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就真的把前夕给砍光的举动 那其实是打一个安全牌 但是真的有必要文系一点用 一点贡献都没有吗 我觉得其实这一点上我是保留置疑的 其实我觉得人类的部分真的是可有可有 他们已经彻底沦为大批准了 对 就好像日本的明星小弟叔 工具人 安全工具人 他后面就莫名其妙的抽续然后死掉 对 或者是Alex Dennis Gargat 或者是Mini Bobby Brown 其实这些算是大卡石的隐形 但他们在里面的作用性甚至没有那种 CV的怪物来得好 来得多 所以你会觉得人类的作用完全是可以删到完 他完全不需要存在这部电影里面 对其实怪兽电影 人类的存在是要推动整个故事的重要性的 比如说他需要有人类的赴助来证明怪兽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但是我觉得整部电影都没有 特别是刚刚你提到Mini的三个小分队 我在想说他们存在的必要是什么 是搞笑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真的觉得在这一点上是没有铺得很好的 再来连女主角我都觉得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女主角不是那个可以跟King Kong沟通的人 他是旗下的一个收留的小孩 可以用肢体语言来跟King Kong来交流 但为什么只有这个女孩可以 其他人做同样的动作就不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人类戏份非常失衡的一个原因 就一堆大人都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一个角色 但小孩子反而在剧情中取到一个很大的作用性 所以这样子是导演在角色设计上的铺牌是有点问题的 那另外一点比对起Pasiferium 就是算是相同类型的一个怪兽电影 你看他的肾上技术那个打架的感觉也好 或者是人类整个戏份都好 他其实是完完全全比这部只有纯粹的爽片 或纯粹的动作片来的优秀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相较之下是蛮大一个落差的 我最喜欢的萤幕呢就是他们到最后打斗的场面有很多的霓虹灯 然后有大楼倒塌的声音 那其实那个氛围里头你是可以感受到Cyberpunk的感觉 其实Cyberpunk就是一个很未来感的一个感觉 科技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子的话你整个打光在霓虹灯下 其实你显得整个画面是非常非常有质感 而且它整个感觉是有点艺术感的 再加上那个CG的怪兽打架 我觉得其实这一段的处理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那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 其实是一个在海上360度旋转的一个镜头 其实我觉得哇怪兽电影出现这种 所谓有一点点镜头缘这种感觉 对我来说是还蛮特别的 海上打战其实是有一点致敬它以往的系列 因为这次设计三回合也是跟以前很多的一些痕迹是有关系的 所以导演在这方面很用心 再来其实也选择香港作为他们打斗的一个地方 我必须要说怪兽电影其实很常会在这三个地方出现怪兽清晰的一些迹象的 比如说这个东京啊纽约啊再来就是香港 那这次会有香港的画面我想应该是因为有中枝的原因 那他们还是必须要带一些华人的文化元素在电影里头 所以最终就选择了香港 其实讲到香港我觉得你看到剧情的最后一幕在香港打得乱七八糟 然后整个香港被摧毁到不像一样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苍凉感 因为对应起现在香港的这个现况 你看到香港被破坏成这样 其实对我来说是有点难过的 那现在就是我们的科普时间了 Godzilla vs Kong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大营幕上对打 他们其实在1962年的时候就已经打过一次在大营幕上 因为那时候是为了庆祝日本东宝印划三十周年的一个纪念这样子 然后时隔五十九年之后他们又再重新回归 我们大营幕重新再对打 所以观众们已经感受到这个类型 就是等了很多年之后这两个终于对决了 其实谈到1962年的版本的时候 我想到很特别的一幕是他运输金刚的过程 我记得那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那个画面是很滑稽的 用气球来运输这个金刚 那现在在2021年的版本其实有类似的方向 就是反而换成了用直升器 把听口就是运到他们要对战的那个地方 其实这一个设计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因为导演他特别知道以前有这个经典的萤幕 然后在半来2021年来使用 特别也重现了先海运后空运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巧思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要按赞分享甚至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未来呢我们也会介绍很多的好电影给你 记得要赶快去like一like和追踪我们的page 也就是有戏没戏和硬筛智库的这个单元 叫inside游戏 好 谢谢 好的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